接下來我們就要再邁入到下一個 topic 也就是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想要介紹的最後一種生理的電訊號 我們的腦電圖 腦電圖是Electroencephalogram 或是Electric Encephalography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我們大腦在運作的時候 我們的神經電位運作的一個狀況 記錄的一個結果 我們都知道大腦其實是主導我們整體人類的所有的思考、感覺、運動 這些功能的控制中枢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神經元 有沒有人知道大腦有多少神經元的? 有人知道一般人的大腦神經元的數目嗎? 大概是500億 但是請注意一下我這個答案不是那麼的精準 因為其實在不同的參考文獻上面出現的數字可以差蠻多的 比如說有的是600億 有的是800億 或者是少一點點之類的 但是 roughly大概就是在這個 scale 所以我們的數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那腦電圖基本上就是記錄這些神經元在運作的過程當中的一個電訊的變化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神經和肌肉都需要靠那個電位的變化來傳遞訊息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大腦基本上沒有什麼肌肉 它唯一的肌肉組織大概就是在頭皮下方這個地方一點點而已 所以它的肌肉的數目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我們今天量測到的絕大部分都是神經元所產生的一個訊號 尤其在所有神經元裡面最主要的訊號供應是來自於這種神經元 這是什麼還記得嗎 這是什麼神經元還記得嗎 有還記得這是什麼神經嗎 其實在這個topic的這個powerpoint的最前面有出現過 我們說神經細胞長的很多種嘛對不對 有一種奇形怪狀的就是這一種 我們說以後到講到EEG的時候就會再重新提起來 沒有錯這就是講到它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在我們大腦皮質裡面的pyramidal cell 那這種cell它其實排列因為它的排列比較整齊 所以換句話說它被活化的時候 它產生電訊號的時候它們走向比較一致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這些電位的變化比較容易被量測到 所以我們會說其實主要的訊號是來自於這種細胞 就像之前我們講的既電圖或新電圖一樣 我們一般的EEG來說的話都是用體表外部的這些電極 非充數數的電極比較多 利用這些電極來量測電位的變化 那跟前面幾種的量測方式不一樣的是 EEG其實量測起來難度更高 OK 姑且不論它的訊號本身就比較少了 它還有另外一個要素就是一般人都是有頭髮的 OK 為什麼這會產生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呢 因為你看你不管要像心電圖或機電圖 你的那個電極貼片可以直接貼在皮膚表面上面嘛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假設你頂著大光頭的話 你的電極貼片要怎麼樣固定在你的頭上面 這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要把它黏在上面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你可不可以想說那我中間隔 就是中空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吧 錯了 中空其實會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空氣的導電性很差 頭髮的導電性也很差 所以你如果沒有直接碰觸到皮膚的話呢 你的相對的這個電極所面對到的主抗會非常的大 所以本身訊號就不強 主抗又很大 所以最後量測出來的SMR會更差 OK 所以其實量測EEG的難度比前面那些都還要高滿多的 它必須要在頭的這個地方想辦法去固定你的電極 而且還必須要避免就是那個電極沒有辦法跟你頭皮直接接觸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最常使用的狀況 最常使用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是有時候我們會在電極跟頭皮之間注入一些導電膠 那些導電膠其實就有點像是夏天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使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像那種 蘆薈凝膠那種東西 透明的 類似像那樣的東西 它的用意就在於說增加導電純度 導電那個防曬凝膠塗在各位身上可能覺得 有人覺得噁心 有人覺得涼涼的還好 總之這個應該都還是可以接受的狀況 但是你想像一下要把那個塗在各位的頭髮上面 而且要碰到頭皮喔 那不是一個非常舒服的過程喔 所以通常做完EEG以後第一件事情是要洗頭 因為你要把那個東西洗掉 好 所以做起來不舒服 量的時候其實也不會多好過喔 你可以看到因為我們通常來講 在量測EEG的時候不會只擺放單一的電極 你都已經要量了 我當然是希望能夠量到頭腦各部分的電信反應是怎麼樣子的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大腦的不同的區域負責的功能是不一樣的 它會依照不一樣的區域在分段 應該說會分工合作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知道在一樣的這個刺激的狀況之下 或者是執行一樣的反應的狀況之下呢 你在各部位的活動是怎麼樣子的 所以通常來講我們會希望貼的電極越多越好 少一點的就像這個頭一樣大概可能貼個20個左右 多一點的話可能像下面這個可能貼個五六十個甚至上百個 所以你就會看到全部貼的滿滿的 OK 那甚至有時候我們還會設計專用的頭盔 或者是像有帽的東西 讓受試者戴在頭上 一方面來固定 二方面的話就是減少這種不舒服的一個感覺 那量測出來的電訊號呢 因為非常非常的微弱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你就知道 腦電圖的正幅大概會在哪一個scale 還記得嗎 忘記的行有可原啊 如果能記得的話會非常的impressive 因為其實我們是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有稍微提過一下 腦電圖的訊號其實大概不會超過100個microvolts 不會超過喔 所以通常來講只有幾十個microvolts而已 micro是10的負六次方 OK 所以呢它絕對會需要先接到放大器 來把訊號放大 然後才能夠記錄下來 OK 所以腦電圖的量測其實是有它的難度的 等一下各位看到它量測的訊號 你會知道分積起來也很難 但是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對整個大腦的功能呢 還有它的分區 做一點點簡單的介紹 讓大家對這個腦袋有一點認識 腦部啦 我們說人的腦部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大腦 一個是小腦 一個是腦幹 腦幹是brainstand 那它各部也有自己的負責的一個功能 其中大腦的話呢 是所有這個有意識的動作的一個神心中樞 舉凡包含像你在做空間感的判斷啊 或是像聽覺啦 視覺啦 或是像語言 你要講出語言 以及你去理解這些事情 理解能力 這些全部都是由大腦的區域來負責的 那小腦呢 小腦大概主要就是負責的是像 比如說它跟我們的平衡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換句話說 它跟所有肌肉的動作都會有一些些連結 那以腦幹來說呢 brainstand來說呢 它其實是腦部在發展的時候 最早期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跟我們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生命特徵 反而會有很強的連結性 比如說我們的呼吸的頻率 我們的心跳的頻率 都其實都可以由腦幹這個地方來做控制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損傷的話 會對生命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那甚至有一些反射動作的這些中樞 其實是會回到腦幹這個地方 所以它也會掌握一些中樞的一些感知 這樣子 所以它的功能也是蠻繁複的 那多半跟認知可能比較沒有什麼感知 那以結構來講的話呢 側面的剖面圖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這個大腦是從 有點像是從中間這樣切刀過去 讓各位看 從側面給各位看 你的眼睛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是你後腦勺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這些明顯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大腦 大腦下面偏後側的這個位置 就是小腦的位置 中間這個地方 從上面到下面 有包含了像中腦 B-Brain 還有像巧腦 Pulse 還有這個Mandura 炎腦 這個都是屬於腦幹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在量測EEG的訊號的時候 其實主要訊號來源在哪邊 是在大腦喔 是在這個地方 不是腦幹也不是這個 那為什麼不去量腦幹或是小腦呢 因為小腦或者是腦幹 通常來講他們的位置都比較深 位置距離量測 就是我們這些訊號的來源 距離量測點越遠 代表的是 量測的這個強度會越低嘛 SMR會越低嘛 而且會低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本來訊號就已經不強了 你又那麼深 所以基本上其實真的很難做 再來呢 就是說這些神經細胞的一些作用 也讓我們 它可能沒有很明顯的一致性 或是區域性 讓我們去量測這些訊號 所以現在EC的量測的話 絕大部分都是在大腦的皮質的部分 大腦一個大腦的話 它其實可以分成左右兩個部分 左右兩個半腦 每一個半腦根據它的位置 我們又可以把它分成四個腦頁 我們把它叫做lobe 那這四個分寫包含的 像前面的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叫做frontal 在影像上面是紫色的 上面這個地方呢 叫periato 叫頂頁 然後兩側的地方 就是耳朵 後面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叫temporal lobe 捏頁 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的整頁 occipital lobe occipital lobe 這個地方就負責我們的視力 視覺的 就是負責我們視覺的區域 然後大致上 左右半腦都是成對稱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說 我們現在量測的是大腦 大腦裡面 它其實又有結構上的差異 它其實是有外 我們會想說它有分 主要分外層跟內層兩個部分 外層的話呢 它的主層主要是灰磁 我們把它叫gremeter 內層的話呢 主要的主層物質是白磁 叫做whimeter 那gremeter和whimeter 它們的成分上面 其實是有顯著的差異的 其中gremeter的話呢 它主要就是 那些我們的神經元的主體 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說 我們說這些 所有的意識行為的中樞 其實是在外層 也就是這些gremeter的這個部分 那大腦的外層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叫做cerebral cortex cortex就是皮質的意思 就是皮層的意思 它是根據它的位置來命名的 cerebral的話 是大腦的這樣子的意思 因為這個名字 我沒有在slide裡面提到 所以我先稍微寫一下 我們兩側的這個神經元 主要都是位在cerebral cortex裡面的這些神經元 ok 那因為這個地方是神經元的主體 所以它也 我們主要提供 從那個心臟運送過來的這些血液 主要都是供給這些地方的細胞的 那我們剛剛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在這個cortex的地方 有那些皺褶的組織 所以這個皺打錯了 應該是那個另外一個皺 右邊是一個學習的習那個皺 那這邊有很多皺褶的表象 那我們有人會覺得說 因為皺褶越多的狀況之下 皺褶越複雜的狀況之下 其實代表的是你的表面積越大 對不對 一樣的體積越多皺褶的話 表面積越大 表面積越大 其實代表的意思就是神經元的數目會越多 那也有一點點跟我們的進化是有關係的 演化是有關係的 通常來講會代表智能比較高的 哺乳類動物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特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 比較聰明的動物上面 也可以發現這樣的狀況 像猩猩猴子、海豚、鯨魚 像這些東西 那這些皺褶上面突出來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gyros 凹進去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succus 大概是有這樣的分布 那其實在整個這一個外層裡面呢 對了我忘記說了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叫灰質 這個地方叫白質呢 那其實是因為解剖出來以後 你看到的顏色 外面這層其實真的是比較深色的 因為它含有比較多的血管 那裡面主要它的成分是神經纖維 神經細胞我們知道有神經纖維 像軸土的部分就會傳遞訊號到其他的神經元 對不對 或是到其他的細胞之類的 內層的部分主要都是由這些xon軸土所構成的 那因為血流量會少非常的多 所以它看起來比較像接近像白色 含水量會比較低 OK 好再回來 在外面這個灰質的部分 它其實又可以把它細分成六層 在顯微鏡底下我們其實可以把它分成這邊有六層 一二三四五六 這六層分別是什麼層其實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請注意一下Pyramidal Cell在什麼地方 假設這是一層Cerebral Cortex 這邊有寫字 Sorry 我們可以發現Pyramidal Cell其實是位在這邊 中間的這邊兩三層的位置 這些亮點就是Pyramidal Cell的細胞核主體 我們之前有講過它的命名其實根據那個細胞核這個部分 Soma這個部分的形狀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金字塔的一個形狀 所以才叫Pyramidal Cell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一個特徵就是 這個它的這邊的Pyramidal Cell 它的神經纖維 它的那個Axon或是Dendrite這個地方 它的分布其實像Axon的部分的話呢 它都是垂直於Cortex的表面 我們剛剛說皮質是這樣子分布的嘛對不對 那它的神經纖維的走向主要是跟我們的外面這個皮層 外面這個表層垂直的方向排列 平行排列 這樣子的有什麼樣子的特點呢 就是當某一區的Pyramidal Cell都被激發的時候呢 它們的電信傳導方向是接近的 電偶其實是接近的 也就是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它可能會有比較明顯比較大的鏡像亮合 所以呢你量測到的訊號才會比較明顯 不然的話 你知道大腦裡面有這麼多的神經細胞 我們的神經的這個傳遞是非常非常的活躍的 這邊傳一下那邊傳一下 那這樣子我根本不知道說我量到是代表哪裡的訊號 只有在這種比較局部 而且比較一致的神經活化現象產生的時候 你才能夠量到一個比較明確的訊號出來 所以這個是在量EG上面的一個特性 那為什麼要對這個不同的位置量測這個 腦電圖的訊號呢 是因為我們從 其實認識大腦的功能一直是在人類的發展史上面 我們很關心的一個議題 因為你知道大腦怎麼運作 你才知道就是說我們在做所有的這些行為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樣子 你怎麼樣子做出這些反應 怎麼樣做出這些決定的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類自己的一個行為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我們就很注意 很在意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子有這些思考的行為 有這些有別於其他動物的行為的 那甚至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甚至像古希臘的時候他們認為 就是這種意識的中樞其實是在心臟 而不是腦袋 後來我們才知道在腦袋 知道在腦袋以後呢 就開始發現 每一個地方負責的一個功能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一直到現在呢 我們開始可以慢慢知道 就是說好像有一點像地圖一樣 每一個區域所負責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好提到 就是凸起來的地方叫做Gyrus 凹下去的地方叫做Sarcus 腦溝和腦回 因為它就有一點點像是 地圖 我們會根據這些腦溝和腦回的位置 來去對大腦做一些分區化 比如說在大腦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腦溝 我們把它叫做Fusel這樣子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分開左右半腦中間這一條 就是輪到中間的Fusel 然後這個地方前後半腦 有點像前後半腦 這個地方 這一條的話呢 我們叫做Central Fusel 中央溝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側向的這個Lateral Fusel 這樣子 所以我們根據這些重要的這些腦溝所在位 是可以對大腦做一些分區 比如說以這個地方為例 各位注意看一下我箭頭所在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發現了 在這個Central Fusel 這個地方很有趣的地方 是往前的部分 這一區 它就是控制我們的神經運動員 往後的這一區 這一條Gyrus 它大致上是在控制我們的感覺神經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叫Mortal Area 後面這個叫Sensory Area 請注意一下我說的前後 是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大腦的前側 Fontal Lobe 眼睛在Fontal Lobe的下面 這樣子 這邊是大腦的後面 那再更進一步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ensory Area 這個地方是跟我們整個身體的感覺神經 都會回饋到這個地方來 也就是說你身體在 比如說你手碰觸到的東西 有一些觸覺的時候 它就會feedback到這個地方來 那甚至在不同的部位 feedback位置也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像右下角這個卡通圖 反映的是什麼呢 反映的就是這些不同的位置 所負責的感覺神經元 是連結到哪個位置去 連結到身體的 跟身體的哪一個部分有關係 舉個例子來說 各位看一下這邊的切面的話 右下角這個切面的話 是從這個地方切一刀進去 所以這邊是左右半腦的中間 OK 這個的話應該是屬於我們的左半腦 不要忘記了 在解剖圖上面左右 通常是相反的 你會發現從頭的上面的這個地方 它其實所對應的部分 大概是我們的腳 我們的身體 trunk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大塊很大的面積 它其實負責的是什麼 手 這其實也解釋了為什麼你的手的觸覺 是非常非常敏感 你全身上下最敏感的地方 大概就是手了 現在手只有一點點 但是負責它的神經元有多少呢 這個地方的數量甚至比負責軀幹和下肢的還要多 OK 所以你可以判斷很細微的差異 舉個小小的例子 你回去可以做一個實驗 就是你心裡的室友轉過去 你去戳它的背 你可以選擇一樣的地方戳 或是不一樣的地方戳 你可以問它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剛剛這兩次戳的動作 是不是只在同一個位置上面 你可以在兩次實驗裡面去變換位置 或是不要換位置 你看看它能不能猜得出來 其實很難猜 你如果位置移動不大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猜的 可是如果是手的話 你大概移動個幾公里就可以辨識出來 因為我們的感覺神經在手上面是非常多的 所以他們是獨立的運作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敏感度是差很多的 下面這個地方大概就是我們的頭 我們的頭裡面其實也有敏感和不敏感的差別 最敏感在哪邊 嘴巴 全部最敏感就是嘴巴 你要吃東西嘛 對不對 看甚至舌頭還在下面 這邊下面全部都是嘴巴 所以這個還蠻好玩的 它可以呼應到你在 你的生理反應上面的一些 還蠻有趣的 Motor area也有類似的狀況 有興趣各位可以查出來看 總之再回來我們重點的地方 我們的來源 訊號來源的話 主要是來自於神經元 所以就是我們的大腦皮質的位置 Cerebral cortex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細胞 這些神經活動的細胞 又以Pyramidal Cell為主 它最主要原因就是它都有規則的排列 所以它產生的這些訊號 加總之後會比較明顯 好那問題來了 那EG量道到底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過EG量道是Pyramidal Cell的動作電位嘛 對不對 那是什麼動作電位 是只有它在Axon裡面流動的這個動作電位而已嗎 所產生的這個電信變化而已嗎 還是其他的東西也會量測到 這邊請各位注意一下就是 我們量測到的是什麼 跟你今天電極所擺放的位置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剛剛在介紹的時候都是以細胞的角度來講 然後以這個結構的角度來講 告訴你說這個細胞是怎樣排列 但是實際上我們現在的電極是放在腦袋外面嘛 對不對 放在腦袋外面的意思是什麼 除了頭皮還有頭髮以外 這兩個地方主抗很高嘛 但是裡面的話 頭骨的主抗也很高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大腦組織的話呢 導電性還算不錯 所以換句話說 裡面有一些任何的電性改變的時候 電口級的分布的時候 它可能都會因為電場的效應 讓位於頭表外部的這些電極量測到電位的變化 OK 換句話說 只要你的頭裡面有任何的電位改變 你可能都會被量到 那只有Action Potential在軸圖裡面的傳遞 才會造成電場的改變嗎 其實不只喔 怎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邊是Pyramidal Cell的Cell Body 細胞圓的主體的地方 這邊是它的Action 上面是它的Dendrite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神經衝動 從Dendrite傳進來了 往下傳出去 OK 我們之前介紹的都只有這個 在神經纖維裡面 或是神經圓裡面 傳遞的這個動作電位 但是事實上在這個傳遞之餘 電位改變之餘 其實你在細胞的外側 其實會產生一些補償的電流 為什麼呢 因為在整體來看 我們還是必須維持整個細胞周圍 也就是大腦皮質裡面的電中性 所以你現在有電流 從上面往下面流 必然也會有一些補償電流 從下面往外面流 往上面流 通常是外面這樣子回圈了過去 來補足整個電核分布的這個不均勻 那這個也是電廠的活動嗎 OK 其實也可以記錄到 甚至在圖處的地方 Synaptic的地方 我們之前有講過 神經圓和神經圓 或者是神經圓 和它傳遞的對象中間 其實是 不是直接連結的 它其實是透過一個東西 叫做圖處 來跟它的受體做連結 圖處上面會有很多神經傳導物質 當你的動作電位傳遞到的時候 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就會釋放出來 去影響這些受器上面的 離子通道的通透性 它在釋放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來影響離子通道通透性的時候 必然會在通道的表面 受器的表面 產生一些離子流 一些離子的流動 淨流動 因為你改變了通透性 你去破壞它的動態平衡 你要產生新的動作電位 所以你會帶出一些電流 這些電流一樣也會被偵測到 所有的東西都會被偵測到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像動作電位雖然是順向 但是這個外面的compensate 其實是反向的 會有一點點抵消 然後下面Synaptic的current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圖 這邊是圖處的末端 軸圖的末端 我們把它叫圖處 Synaptic 然後它的末端這個地方 會有很多像這個地方 紅色點點 這個就是我們的神經傳導物質 以這個圖為例的話 它這邊的神經傳導物質 是acetylcholine 以西膽鹼 接受了刺激的狀況之下 以西膽鹼就會釋放出來 去改變受器上面 這邊的受器是一個 muscle fiber 它上面的離子通道 它在上面就會產生一些離子的流動 也就是電流的意思 雖然這邊是肌肉 但是在大腦裡面的神經細胞 所產生的這個現象是非常類似的 它就會產生這個 所謂的posenetic current 換句話說 在大腦頭皮外面的這些電極 會把所有的這些電信活動都記錄下來 OK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今天的數量 大腦神經元的數量非常多啊 對不對 那排列雖然好像都局部上面算是整齊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方向性的差異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在神經傳導的時候 的這個network是非常複雜的 它不是只有單一從頭 從A傳到B傳到CC傳到D 這樣一路傳上去而已 它其實我們所謂的這些神經傳導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網路 今天我接收到訊息的時候 它可能會從此把它傳給數個不同的目標 然後每一個神經元在接收訊息 可能不會只有接收來自於一個單一的神經元的訊息 它可能同時接收不同的神經元的訊息 因為它代表可能是不一樣的意義 但是需要做出一樣的動作 OK 所以它就像是一個複雜的網路一樣 在我們的腦袋裡面一直做流動的動作 OK 這都讓我們的大腦的神經活動難以被量測到 因此我們才說這邊有一個 這句話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量測的是這些神經活動的訊息 那這些所謂的神經活動的話 我們有一個字叫做activation 活化 OK 這個東西就是用來描述局部的神經元開始被激發這樣子的活動 重點是他們還得同步 也就是說他們在時間上 還有在地區上面都要有一些一致性 當這些一致性出現的時候 你才能夠比較能夠記錄一下這些電位的改變 否則的話其實你記錄看起來就像雜訊一樣 OK 這邊給各位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般的腦電圖所記錄的結果 像不像雜訊 很像吧 大腦跟你想像的有時候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覺得說好像我如果今天沒有想任何東西的時候 就是把腦袋完全放空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沒有在想東西了 我大腦是不是就沒有活動了 其實不是的 你的大腦一直在活動 我們舉視覺來當例子好了 就算你今天看那個東西是沒有意義 你只是望著天花板在發呆 你不是真的想要觀察天花板的結構或者是哪裡漏水 可是你只要有東西進到你的眼睛 其實它就是會產生一個刺激 這個刺激就會傳達到你的視覺區 產生反應 或者是說呢 今天就算你在閉上眼睛的狀況之下 只要有光透進來 你還是有signal進來 還是有訊息一直傳遞過去 OK 就算只是微弱的光 或者是說呢 它還是會傳遞一些固定的訊號出去 所以不管在什麼時候 你都會量測到電信的變化 這是正常的 OK 那我們想要看的就是說 它可能在局部的某一個地方 或某一個時間點 它可能會產生一些特別的response 跟平常不一樣的response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幫助我們來判斷 大腦是在哪一個區域 在做進行活化的動作 OK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下面有一些參考的標題 給各位看一下我們的比例尺 縱軸的部分 你看這樣子叫50個microvolts 所以你可以看到幾乎很多訊號 是沒有辦法超過50個microvolts 了不起100個microvolts算很強了 這已經算品質很好的EEG了 這不是很糟糕的EEG 特別拿來給各位看 通常我們要demo都會是比較快一點 那橫軸的話是我們時間的尺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變動沒有超級快 什麼意思呢 以這個為例來講的話 一秒鐘大概三次到四次而已 三次到四次所對應的頻率是多少 就是3Hz和4Hz嘛 對不對 來上面這個稍微快一點點 可能或許會到10個Hz 或甚至15個Hz 但是不太可能超過50個Hz嘛 對不對 這個數量其實不會超過的 不會超過到10個2次方以上 所以換句話說大腦的神經活動它的頻率 大約應該都在20個Hz以下居多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會想要記錄 因為每一區都負責不一樣的活動 所以我們通常會根據不一樣的位置 來去做電位的記錄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頭影片上面顯示 就是每一個電期的一個配置圖 以這個配置圖來講的話 Total來說應該是21個電極 我們會做對稱的位置 然後在重要的腦葉上面都會有做記錄 這些英文字的大寫 其實跟每一個腦葉的位置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位在 各位可以看 我剛剛忘記說了 這兩個代表的是耳朵 這邊代表的是鼻子 所以這個地方代表的就是frontal lob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都是用F開開抖 對不對 然後呢 兩邊的地方 靠近耳朵的地方 是我們temporal lobe 所以都是大T來拍頭 然後呢 頭頂的地方叫做paryatal lobe 所以是p 最後呢 ocipital lobe 所以是o 那中間這邊有c的 代表的是central vessel central vessel 就是那個中央溝的那個位置 ok 所以 這些 有經驗的實驗者 他可以根據這電極的名稱 就知道 這個電極所在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所以你一口氣 你在量測的時候 是所有的電極都開啟的狀況之下 就這樣量測這個資料的內容 所以我們都 在EE區上面 我們會收到大量的資料 就像有點類似像這個樣子 ok 然後我們會根據這個 震幅啦 或者是頻率啦 去判斷說 你現在到底是哪些區域 在有些活化的動作 或是哪些區域在休息 或是哪些區域在被抑制 這樣子 像 就算各位 可能第一次看到EE區 你也會知道說 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 導致腦部的變化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前面和後面是 這兩個pattern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 可是 EE區有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 它看起來真的很像雜訊 就算是很有經驗的人 也不見得說 可以每次都從EE區裡面 直接判讀出什麼東西 因為 就跟NOIS沒兩樣啊 所以在EE區的分析上面 有一個很常做的事情 就是 在這樣子的雜亂無章的訊號裡面 我們想要摸索出一些什麼時候呢 我們有時候會去分析它的頻譜 看它的對應的頻率分佈是怎麼樣子的 Spectrum是怎麼樣子的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根據頻率分佈的不同呢 去針對這個腦波來進行分類 OK 那一般來說 我們會把它分成 Alpha Beta Theta和Delta這四類 這四類根據的是 它們頻率的不一樣 比如說呢 如果現在各位是處在清醒的靜止狀態 舉個例子來講 剛踏入這間教室的時候 那時候心情很平和 坐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腦袋所出現的呢 絕大部分應該是Alpha Wave OK 那Alpha Wave呢 通常在我們的Occipital Lobe這個地方 或者是Pariatal Lobe這個地方 還算蠻常出現的 它跟區域會有一些關係 但是又不是說只有在Occipital Lobe會出現 它只是有一點點關係 然後呢 它通常是在這個狀況的時候會出現 好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Beta Wave呢 Beta Wave就是說 你心情上面開始有一點點緊張 有一點點想要專注你的 集中你的注意力 你想要Focus在什麼東西上面的時候 你想要開始工作的時候 大腦要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它的頻率上升了 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今天叫你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可以保證你的Beta Wave一定會比較多 OK 它的頻率分佈呢 Roughly大概就在14到30個Hz 出現的位置呢 以Frontal Lobe跟Pariatal Lobe居多 請注意一下 這裡只是G多而已 相對上比較多 並不是只有出現在Frontal跟Pariatal 然後呢 Zeta和Delta都是一些比較慢的波 OK 其中Zeta是在4到7 然後Delta大概3.5以下 或小於4以下這樣子 它都是一些變化比較慢的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舉例正常的 EG那些圖形嗎 對不對 比較下面那些變化比較慢的 我們有稍微運用比例子 計算出它的工作頻率大概在3Hz或更小的 那個都是屬於Zeta或Delta 這個波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通常只有在睡著的時候才會看到 尤其是Delta 只會在熟睡的狀況之下才會看到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不過呢 有些時候是 在腦部發生病變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觀察到Delta Wave OK 所以跟你的精神狀態也會有很大的關係 跟你的生理狀態也會有一些關係 OK 那我們可以根據這些 Alpha Beta Theta Delta 出現的一個狀況呢 來去大致上 對你的精神狀態做一個分類 這樣子 這邊請注意一個事情 我特別把這個頻率的這個間隔 或是區域把它highlight起來 但是你可能會在不一樣的地方 看到不一樣的定義 這些數字只是一個 Roughly的一個參考值而已 比如說有人會把Alpha Wave把它定到 15Hz都是Alpha Wave 也可以 它只是一個相對上的概念而已 不是說真的 13或是14 並不是一個非常critical的一個value 就是一個很死的 很不能變動的一個數字 它大致上是約略位在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個其實在不同的研究裡面 它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定義出現 但是八九不離十 大概都在這附近這樣子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Alpha、Beta、Theta、Delta的一個分類 各位可以看到Beta的頻率會高非常多 Theta和Delta的頻率就低非常多 那Delta來講的話 雖然它頻率很低 但是通常來講 我們會發現它的正幅會比較大一些些 Beta來講的話 雖然它的頻率最小 頻率最高 但是它正幅通常也不會太大 OK 所以這是它In general上面的一些特徵 我們先上到這個地方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